天气真的好热 已经连续两天飙出破37度的高温了 有驾驶因为不想晒太阳 在距离红灯还有将近60公尺的地方 突然就把车给停了下来 为了要抢树荫 差一点点让后方的车辆撞了上去 不过还是有人让人很感动的事情发生 有一名富人她发生车祸 倒在高温的博游路上 路过的十几名外国游客看见了 立刻帮她称赞加油 让富人可以免于烈日曝晒 太阳太阳还是大太阳 全台各地高温炎热 有民众就拍下原本行驶在内线车道的红色轿车 一次车主不想等红灯晒太阳 竟然突然停下来抢树荫 让后方驾驶差点撞上量全车祸 而仔细一看这台红色轿车 离红灯还有将近60公尺远 真的好夸张 不过这样连续好几次的高温 让全台各地的拥入人都快受不了了 尽量像这种桥就躲桥下 然后就着弄遮蔽屋这样子 尽量穿清凉一点吧 像我穿这样子 除了这个还有防晒 防晒颅 因为天气热也发生了感人的故事 一名富人因为车祸倒在滚烫的柏油路上 不但路过的阿伯替她撑伞 十几名差巧经过的观光客 还下车用身子围成一圈 帮忙富人挡太阳 并用英文加油打气 直到救护车来才离去 也让人看到虽然天气好热 但民众的爱心跟热情 绝对比天气还要温暖